我是顧女薪資基金會的范雲 我現在要先做一下台灣現在的外籍配偶的現狀 現狀是從取得身分證的內線 是從八年改到六年 可是我認為 不管是從八年改到六年還是六年改到兩年 還是從八年改到二十年 只要是他的工作權沒有五一步 那他不管是在哪裡工作 就會造作人家騎士 還有一些騎到做事的不完全 像勞保健保 這樣子的制度在台灣 我認為完全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而且現在外籍配偶的工作能力完全不足 就是跟我們台灣的婦女比起來 而台灣的就業服務站 那婦女的就業服務站還是外勞就業服務站 是非常的少 那我認為不管是縮爽明鏡還是增加年限 那我們都應該好好的先解決後面的配套措施 先增加他們工作的技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第一個人發言 這個朋友 也是 warm